在网络黄色文化课题上争论不休的马华妇女组主席拿督王赛芝 和著名带货网红王雷又有新骂战 面对王雷提出的筹款挑战 王赛芝今天就正面抨击对方的卖身一词 完全玷污了我国华教 逛着王雷的言论彰显了 网络黄色文化已经来到泛滥的地步 至于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 王赛芝表明王雷已经转移事情的重点 因为在马华宾州妇女组代表大会 大喊杜绝网络黄色文化口号 正面和知名网红王雷抬杠的马华妇女组主席拿督王赛芝 今天再次重申立场 表明马华妇女组只是要求停止歪风助长 没有针对任何人 面对王雷提出的筹款挑战 王赛芝认为所有的款项本来就值得鼓励和赞扬 但对于王雷的卖身一词 他谴责这已经严重玷污了我国华教 每一番每一角所筹到的款项都是清清白白的 完全不必需要我们大马儿女去卖身或者是卖儿或者是卖女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这种的说法是严重玷污了我们大马华教的华教基业的圣洁 王赛芝强调我国的中文教育是中国和台湾以外保存最完整的国家 而这有赖于先贤的努力和贡献 如果用卖身换取款项 简直就是一大无辱 这名妇女领袖还语重心长 表示王雷的这种反应确实让她感到吃惊 因为这更显示了网络黄色文化来到严重甚至泛滥的地步 至于会不会接受挑战 她回应王雷已经转移重点 王赛芝重申 马华妇女组坚守打击网络黄色文化的立场 要求相关单位关闭甜心爸爸等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色情内容杀衣敬白 对于一部分人的言论 她指这关乎相关人士的人文素养 无法控制别人的反应和意见 霸道空间崇尾伦 吉隆坡报导